梅雨封面报道 到时北台湾会先下雨 气象局也提醒 明天开始到下周二 雨势会更大 可能还会有短时强降雨出现 降雨的热区也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 中部则是会有阵雨发生 预计要等到下周三开始 会出现一段降雨的空档 但是到了下周六 封面会再度南下 接连两波的梅雨 能否解决全台缺水危机 气象局仍认为还要再观察 一早就开始下起雨来 周六没雨封面南下 北台湾最先受到影响 气象局提醒更大的雨势还在后头 明天开始到下周二这段时间 会有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雨势 在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 都有些比较强的降雨 周六到下周二封面难移 西南风水气增加 尤其下周日开始将有短时强降雨发生 降雨可能达到三小时一百毫米的程度 尤其北部金马地区要严防豪雨 游击队的雨弹攻击 中部也会有震雨 预计下周三到下周五 封面北移会出现降雨空挡 各地恢复高温 但仍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下周六封面再难移 有增加认为下一波封面可能影响全台 不过气象局表示 时间还早要持续观察 同时菲律宾东方海面 也有热带扰动在发展中 可以看到在菲律宾东边的话 目前这边是有个大的抵押带 其实这个抵押带里面是有些热带云 出生在发展当中 所以波模式对于这个热带扰动的发展 其实分歧度还是比较大 跟这波封面结束之后 在观察这边菲律宾东边这边 扰动发展的状况 热带扰动会不会跟美与封面相互作用 还要再观察 虽然这几天封面报到 但要完全解除旱象 稍嫌不足 基于用水还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记者山盖日地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